南投一家石口住在老舊鐵皮屋 大女人念小六寫信向議員陳情 所以一家人睡在同一個房間 夏天有蛇跑進來 希望有自己的房間引發外界關注 縣議員村長勞工局修繕志工愛心協會 通通都來了 一查發現這家人 爺爺加上爸爸 名下存款超過1000萬 你有足夠的錢可以修房子嗎 等待啦 怎麼叫等待 因為經濟上都是我爸在掌握的 爸爸說錢是爺爺在管 想修房子也修不了 案情大逆轉 小孩的陳情書有家長知道 他是自己想要寫 還是有人請他這樣寫 我阿姨我稍微教他 這家人不只千萬存款 名下還有土地 南投縣府查證過 這一家石口不符合救助相關規定 鐵皮屋狹小安全衛生有疑慮是事實 主要是用大家幫忙說 我有一條路可以修上可以進來這樣子 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把路修好了 你就可以開始整修房子了嗎 爸爸希望相關單位先修路 他們再來修房子 當時接受陳情的縣議員呼籲大家 別再捐錢了 每一個有心的好朋友們 我要這邊祝福大家 捐款的部分目前其實不需要 謝謝 當事人坦言經濟狀況無余 平時大女兒睡在床底下覺得擠 想要獨立空間 一家六個孩子 加上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住舊房子十多年 說是習慣了 查掉案家的財稅所得 他都不符合 這個福利身份的一個標準 縣府說希望家長考慮孩子的生活環境准結 認為小孩上學跟同儕間比較 不滿意現況血性成形 家裡不是沒有資源 是長輩不願改善 TVBS新聞前家貴 呂正成徐又翔南投藏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